拥有百万订阅的网红,反骨男孩,成员蕾拉,汤宇夫妇,以及知名百万YouTuber Joe Man,九妹,本名翁眷明,六日进步约儿童在新北市警局大规模搜索中尺度被逮捕,三人皆无保持回,三人也纷纷在脸书放上委托律师发布的声明,三人遭待的消息传出后,也引发热烈讨论,对此反骨男孩团长酷炫在得知消息后,也与脸书以黑底白字发文写下, 有点麻烦,但并未详细表态,同位反骨男孩的成员孙生,在现实动态说道,我只想说,就是要对决,接着秀出自己在白纸上写出大大的要字,疑似在影射Joe Man,网红统神当天也以,好想审罚我自己,名称,开台谈论此事,表示,因为Joe Man持有的东西是大麻,这个东西很轻, 他一定是先赔钱,给他的合作厂商,并举出范例做比较,像是朱学恒强文女生,Toys贩卖毒品,他认为Joe Man吸食大麻的状况相对较轻微, 统神还说朱学恒跟Toys都已经回来赚了,Joe Man为什么不可以,认为Joe Man最多就是向合作厂商赔钱, 他也在直播中多次强调,贩毒都可以出来赚了,暗指Toys自称没有卖毒,根本唬烂,称都在法庭认罪了,你唬谁啊,认为Toys的状况不太可能或判缓刑, 在PToys为了拖时间还把自己爸妈扯进来,根本不要脸的脏东西,网红杰哥李秉杰则发文感叹, 其实台湾对于呼麻的容忍度很高,对于犯罪也是,其实一开始或许在工作有影响, 但是长远来看影响应该都是暂时的,总之还是会赚得比你我多, 杰哥也说,自己吸猫吸狗吸小孩就好,我赚得少,很爱惜自己的羽毛, 经常评论时事的网红陈姨也在脸书中发文嘲讽,以后走终奖入场前,要先咽尿了吗? 感谢观看